北京2022年冬奥会赛场是各国运动员奋勇拼搏创造奇迹的舞台 而通往冠军之路的过程则是无数次超越自我的刻铺训练 近日 记者走进中国冬奥健儿奋战北京冬奥会的起锚地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 该基地作为雪上技巧类项目重要的下训基地 十几年来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长期在此助训 作为近年来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领军人 徐梦桃曾在这里助训15年 四次征战冬季奥运会 他的新动作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冲击金牌的杀手锏 为圆梦冬奥 徐梦桃从秦皇岛训练基地大约六层楼高的跳台上 一次又一次跳下 一次又一次地落入水池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 2月14日晚 徐梦桃终于凭借世界最高难度动作 夺得中国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的冬奥手金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 每年的4月份到10月份都要到秦皇岛基地进行下训 十几年来 每年都不中断 徐梦桃本人也到基地下去了15个年头 他在基地过了15个生日 因为他的生日是每年的7月份 基地的干部职工跟徐梦桃本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 徐梦桃夺冠之后 基地的同志们都纷纷给徐梦桃发微信表示祝贺 秦皇岛训练基地始建于1973年 是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境外的唯一综合性训练基地 占地面积500亩 此外 基地还配套建设了数字化体能训练中心 通过科学数字化的管理 帮助运动员完成身体单向训练 我们这个数字化体能训练中心呢 占地是2000平左右 包含了速度 力量 耐力 灵敏 各个元素的训练这个器械都是数字化的 像我身后的这一台八维的这个核心训练呢 就是很好地能帮助运动员评估出自己的核心上的缺点 同而找出他们的弱项 然后提高他们的运动成绩 北京2022年冬奥会周期 秦皇岛训练基地累计接待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 越野滑雪 北欧两项 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等训练88匹次 24支冰雪项目国家队共3575人资助训 创造了该基地成立以来 历届冬奥会备战周期服务保障项目 队伍 人数 天数的新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